一元赴使完想更新大红色的卡片 夹着一块钱美金 正好放入信封 这是云林西罗复兴宫过年客卡红包 准备了9999个除夕夜开始发送 三百年历史的马祖庙 每年除夕夜重头戏 大家围炉之后准备拜拜 自食一道领红包 这个红包设计也像方形的春联大红吉利 今年农历春节期间 福晉宫还推出太平妈公仔 还有手持望远镜的千里眼 手持无线电的顺风耳 以及文财神跟武财神 都做成了Q版小公仔 总共有五款 庙房准备三千六百组 总共一万八千个 包在金色的扭蛋当中 头臂扭转有开奖的惊奇 妈祖庙之外 财神庙也是热门庙宇 云林北港武德功表示 他们经过AI统计 春节期间一天有15万到20万人次 今年除了邀请日本音乐和尚 钥匙寬廊除夕夜来台开唱之外 还准备24万包钱母 在春节发送 天官四伏红包带里面 有两个全新的一元硬币 二的台语是 还有台东市公所则是推出手机APP 虚拟实境 2月1号起到4月底 在台东海滨公园下载APP 现时现地 可以呈现飞龙在天 和海底世界虚拟实境 和大家一起迎接龙年新春 TBS新闻张崇敏刘警员吴淑平 云林台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